我今年30岁 我这个身材很难让人相信我不油腻 其实我挺害怕在天花板舞台比赛的 我第一次来到这不像今天 它就是几根杠篮掉在上面的 太吓人了 尤其是最后那个肉食动物上来之后 我和慌慌随便一动 这层楼都开始慌慌了 给我瞎的 我说节目还没播呢 我一点名没有 我这就踏房了 我踏房不要紧 搬个透口秀行业都在房里呢 在先采访还问我有信心能干掉谁 我当时只要牵着慌慌的手蹦两下 这透口秀行业就团灭了 第二天热搜第一条 透口秀大会 胖子杀缝了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个推武军人 但是今天就不讲当兵的了 今天就是聊聊爱情 真的我这个体型就可能就和浪漫爱情 这四个字没有什么关系 您像就像韩剧林那些桥段 翘原里女主抱着一罗树 转脚的时候装在了男主怀里 然后镜头在空中旋转 两个人慎情对视 他先会装的是男主啊 他要装的是我在空中旋转的 就不是镜头了 女主落地楼梦了 我说刚才装着什么了 是撤吗 剧本不说最后一集被射窗吗 但这种情况生活中很少处现 因为转角的时候啊 我转角的时候 一般肚子比我现在处了 走过 走过了 很多人觉得胖子不好找对象 但其实我也是有对象的 他叫小燕 他身材能比我好一点吧 比我能庆个三斤五斤的 我觉得女生胖点挺好的 我俩第一次见面都和别人不一样 别人第一次见面都是咖啡馆啊 树垫 我俩第一次见面是农贸市场 那天下着灵性的小雨 我们俩不约儿童看上的 同一支筑前肘 当我们三只手碰到一块的那一刹那 三只肘 你看 我心动了 诸如太的灯光 映着他痛红的脸 我也秀涩地和他大善 我说姑娘 你也铁球镖啊 他说铁什么球镖 这就是零食 就那颗我感觉 这不是普通的肘子 这是修比特的前肘 这一肘子直接打在我族信房里了 我恋爱了 我俩另这东西刚走出去没两步 雨下大了 我们赶快找小亭子逼雨 就像那首歌 就是最美的不是下雨天 而是与你躲过雨的屋檐 但是我发现我片面了 就我俩这个体型 根本不可能同时处现在一个屋檐下 甚至我和我的肚子都不能同时呆在屋檐里 能挡住我俩的只能是大棚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 而是与他躲过雨的大棚 真的就我俩这个身材 就别的情侣 互相依偎在沙发上 披着毛毯 看电影就感觉 哇 好温馨 哇 真浪漫 你看我们俩就感觉 哇 这个沙发质量真好 他也经常给我展现他的幽默感 有时候早上起床 我叫他吃饭 大家跟我撒娇 嗯 哥哥 哎呀 你给我帮我到沙发上去吧 我说咱俩你严肃一点 咱俩这种体型 不要开这种玩笑 我说崩满 崩满 我就要你给我包到沙发上 我说先生们在这等着 我把沙发包过来好不好 我俩很少拥抱 不是感情不好 是难度太大 我俩抱在一起 这个时候就显得手特别短 就像两只霸王龙一样 我最多才能够着他肩膀 他最多就能拔着我胳膊 邻居老远一看 这哥俩在刀边玩蒙古睡觉呢 不过邻居讲啥 我俩也不在乎 就毕竟我俩都很大度 其实我讲到这混蛋的人 会听着不舒服 就感觉像我一直在吐槽小言一样 其实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傻样 最后我想说 其实你们不了解他 他这个女生啊 他是我幻想出来的 他不存在 胖子确实不好找对象 一直以来在沙发上看电影呢 都是我自己 早上起床呢 也是我自己 但是其实我心底里 还是很向往这种情节的 但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减肥 所以我在这保证 明年我要减到220斤以下 否则透过修大会 我都不上了 小言你不用减 你就在农牧市场等着我 谢谢大家 我就毛豆 谢谢毛豆 3 2 1 请损票 No 真的吗 损失4票而已 毛豆 很可爱啊 他上台一擦汗 就已经大家笑了 说明他已经很成功了 有观众缘了 对 有观众缘了 但这个问题就是 每个人都一样 一旦有开始有观众缘了 期待就高了 是吗 在这个年纪 承受了不该走的饭粮 好吧 今天的主题啊 退网吧 退网 真的 大家先别退 因为我这高红呀 前段时间我还去演了 独行乐球 所以我现在也是 29亿票房先生了 所以今天比赛 我可能不是票数最高的 但一定是票房最高的 而且我在那个电影里的表现 怎么说呢 就是你一秒都不能错过 因为总共就三秒 就是大家周围的人 还很羡慕 跟我说是至少 你跟沈腾老师合作开心吗 我说我都没见过沈腾呀 就拍这个电影 我都没落着去片场呀 就是一个人在我们公司 拿这个摄像机 对着我拍了三分钟 给我说恭喜徐老师杀青了 我都懵了 我说你这是拍电影了 还是拍短视频了 结果电影一上映 我说这怎么比短视频还短 而且这三秒还上了热搜 徐志胜在独行乐球上讲脱口秀 十条都快比我的台词长了 关键是还有人在那夸了 说虽然只看了一个片段 但志胜的演技疯神了 我都懵了 怎么都疯神了 我还没来得及演呢 现在网上真是什么都敢夸 我现在只要在网上发一些 我穿好看衣服的照片 下面的评论全都是 至胜大帅哥 太帅了 至胜绝美 绝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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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就是你们都把我夸恍惚了 真的就有时候我都忍不住 去问我经纪的 我说姐 我最近是不是变得有点太好看了 真的我就想听点真心话 我今天跟我说说 这事没有 你就是华众取宠 大家都爱看小丑 我说行了讲 我清醒了 这个真心话是真难听呀 我当中我都想 在我下面都是大摔根了 那些爱豆下面 还能有什么形容词 然后我就去看了 我就发现真的没有形容词 全是老公老公老公 用名词表形容呀 我当时就只剩下一个底线 我就去看了看广志的评论 发现也全是老公 甚至还有几个宝贝 我都蒙了 我说我现在不会是全网最后一个大帅哥了吧 而且啊 而且大家真的是就是在网上这么夸我 我特别的不习惯 因为拍马屁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呀 而且大家现在在网上这么夸 真的就把马屁都拍得通货膨胀了 就我身边同事都说 我现在夸得没网上好听 就关键网上喊的那些 我也说不出口呀 就以前啊 大家都说我拍马屁是讨好型人渴 现在大家都说我拍马屁是费力不讨好型人渴 但是夸人总比去吵架好 现在大家网上到处都在吵架 就我最近特别喜欢看修驴题的视频 就是把不好看的驴题和坏了的驴题修好嘛 对吧 真的就这在下边大家都在吵架 有说修驴题疼心疼驴的 有说修驴题不疼的 还有在那劝架说驴题肯定不疼 因为这修的是马蹄的 最让我生气的就是下边这个一个夸奖的评论 说这个驴题修完之后这是绝美呀 我当时都蒙了这是个驴题呀 它怎么也绝美 它最多是脚美呀 真的我有时候挺羡慕这个驴的 有时候真的挺羡慕驴因为它不会上网 就这些评价它也听不到你夸我也好骂我也好 爱说啥说啥 反正我的驴题是扎扎实实的变好了 至于你要非要问我的驴题当时是怎么受伤的 可能就是踢了一些不该踢的脑袋吧 谢谢大家我支持 感谢绝胜 三 二 一 请说亮 谢谢谢谢 哎呀我说这个不是这个意思 绝美绝美绝美绝胜绝美绝胜绝美绝胜 绝美绝胜绝 谢谢谢谢 突然出现了带语音的评论 太棒了 我觉得通过这一集百度百科绝美这两个词 旁边绝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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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 我就喜欢他 其实让我们这些演员就是你们这些观众给惯的 总给我们幻觉出去一工作瞬间清醒 去年我出去录个晚会和这些流量都住在一个酒店 酒店大团有粉丝流量一进去 也粉丝哦开始拍照 我进去的时候我都听见有人在说 这谁呀这谁呀 他说哎呀没事先拍了回去再查 去年我录过一个节目 就是一个知名企业想弄一个内部的脱油大会 下面坐全是他们老板 我们就过去帮忙弄稿 他们不知道写啥 我说你就对啥事有情绪 他们说就对公司还有情绪 我说那得抒发呀 他说哥我觉得你在用你的爱好挑战我们的饭碗 整场演出一个惨烈啊 员工上去一一吐槽 然后老板上去一一反驳 最后员工上去再一一道歉 比脱油以后大会好看多了 因为只有员工吐槽是有稿的 后面的反驳跟道歉全是发自肺腑的 一个员工上去吐槽 说说好了分房 来了五年了还没分到房 老板说我说分房 你来了五年还没分到房 不应该想想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吗 魔忌多好 让对方从自己找原因 学到了对吧 以后老板再问我 说为什么迟到 那你想想我在商家公司怎么不迟到呢 今天公司还出了个题问我们 躺和卷怎么选 其实答案很简单啊 工作嘛 我躺有躺的价格 卷有卷的价格 这事主要看公司怎么选啊 你待遇不一样 工作状态它就不一样 你别总说 你刚才来的时候状态不这样 那我来的时候排骨才十二一斤 你现在二十了 还说什么状态不一样 那一个人吃半斤排骨 跟吃一斤排骨状态能一样吗 就这待遇老板还总问 说能不能加班 我说这钱能加班啊 但就不能上班了 但你一跟老板提涨心 他就给你诉苦 让你跟公司同甘共苦 但你跟他共苦完到同甘的时候 他说我干了你随意 你干就干吧 我们别发朋友圈啊 经常所有人 没日没夜工作 熬一个通宵 然后打开朋友圈一看 老板在健身房锻炼呢 还配了一道文字 说真好 今天又消耗了1500大卡 我们消耗着卡路里 给老板赚钱 老板在用我们赚的钱 去消耗卡路里 那你为啥不直接工作 消耗卡路里呢 过几天再看朋友圈 老板又请了个私教 你作为员工 我们能怎么办呢 尤尔牙为了老板的健康 燃烧我的卡路里 真的就这样 而且即使是这样 老板还总觉得燃烧的人不够 就我们公司这个环境 还大肆招人呢 招完之后说 这是谷歌挖的 这是腾讯挖的 我说你好好说 他说这是谷歌采的 这是腾讯采的 我还问健康 我说公司招这么多 被采的干啥 健康说招财进宝嘛 所以说现在公司 舆论混杂 很多人不懂喜剧 但很懂职场 深得老板喜欢 因为会做表面文章嘛 白天不工作 晚上加班给老板看 你们听说过成语 叫凿壁偷光嘛 就为了看书 好刻苦啊 晚上偷光看书 那白天呢 凿壁啊 根据经验 弄到之后 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想好好做事的 全走了 留下一堆混日子的 这种现象呢 经常叫劣币驱逐良币 但你就看着那些人 你都觉得 这不是劣币驱逐良币 这是明币驱逐良币啊 老板觉得 好对吧 数额大 在他看来 面值越大 价值越大 一些人走了说 不跟你们这些傻子玩了 还有一些人躺了说 我倒是看看 老板怎么通过 明币实现财务自由的 最后 骂一骂了 讲一讲了 所以说 今天这题 不应该公司出给我吗 应该是问问公司 坦和决 你怎么选 谢谢大家 我忽然 谢谢忽然 三 二 一 请锁票 你让你当回乐什么呢 他说的是你吗 我特别感谢忽然 在举例的时候 用了健身房 这样就撇清了我的嫌疑 大家就知道 说的不是我的 没有 这篇稿对我来说 非常难写 是因为 我怕讲的太内部了之后 公司听不懂 但讲的太外部呢 老板又听不懂 咱还好 我觉得他们应该都听懂了 很艰难 我觉得对外部的朋友来说 还是稍微的 有一点点门槛 是 你去参加那个晚会的时候 也碰见过这种事 是 但我心态很好 我跟周老板回去 还吐槽这个事 在房间 我说我回去之后 那些人都是说这些 周老板说 你说的还行呢 他说他进门的时候 那些人站起来了 然后又坐回去了 我看蒙姐也是说 胡杨刚上来之前 蒙姐说 我就喜欢他 真的真的 我特别喜欢胡兰 之前 反正脱口秀我都看了 然后上一场我在的时候 我觉得 一直都是上气不接下气的 有一种素滑的感觉 但是他最有意思就是 咱俩其实有一个 共同的身份 跟隔壁有关系 那个棚 早早应该见面 在一起演出 你也是个rapper 我也是个rapper 你也是个rapper 你rapper唱得也好 我上次不是互联网嘴涕吗 今天胡兰就是 大公仔的嘴涕 我想说 胡杨今天这段 虽然不是rap 但是其实比 今时今日 好多rap都狠 对 猫洞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猫洞 大家好 刚才我真的没想到 你们对上那个歌 那么熟悉 你们听过那首歌的 前半句吗 我之前过过一次生日 那是我第一次 从头开始听那首歌 那首歌开始这么唱的 今天你生日 送给你祝福 我说什么 这是嘲笑我 很难口音的吗 哥们 我一点 不是为了夸张 这首歌真的这么唱 他说 今天你生日 送上我祝福 我就特别想接 汉包带放音 好开始唱歌 真的跟那个女人 话一模一样 你回去听一听 说点正经的 朋友们 今天跟大家聊 上班的事 因为昨天 就在昨天 真的 真是 昨天我正式离职了 倒也没必要 哥们 这幸灾乐后的表情 我现在还是挺 怀念我的无嫌疑金的 我们那个公司 是个互联网公司 公司挺好 公司挺好 那为啥我要离职呢 就是 当然是我的问题 我不会上班 我不太会上班 就是到现在了 我连他们说话 还是听不懂 我当时入职之前啊 我以为什么 这种互联网黑话 我想着我查过了 什么富能 闭环 抓手 哥们懂 哥们查了 进公司第一天 领导给我发信息 让我交个报告 我发了一个报告截图过去 领导给我回 他说毛东 你这个报告 写的颗粒度不够细啊 我说颗粒度不够细 颗粒度 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领导 你要不点一下 左下角那个 加载原图 你iPhone4s 该换就换嘛 对吧 赚这么多钱 你得花呀 有一次开会 同事在那儿说 他说咱这两个项目 砸偶合 我说什么偶合 砸什么偶合 我说我们老家 上坟才砸偶合 我当时是真的没听懂 而且我不知道为啥 我脑子抽了一下 我当时就说了一句 我说我也喜欢砸偶合 我说到一半 我就知道我理解错了 因为当时同事 看我的眼神已经不对了 但我不知道为啥 就那一刻 我不是很想承认 我理解错了 我不想丢人 我就硬撑着 把那句话说完了 我说我也喜欢砸偶合 你们喜欢砸偶合吗 我去买个砸偶合吧 当时我回家 真的行李都收拾好了 准备回老家了 就是尴尬的要死 后来这个事 大家没有提 但我不知道为啥 传出了很多版的谣言 有些人说毛东 好像有点问题 上班的时候 就狂吃砸偶合 有些人说毛东 在开会的时候 把领导打了 有些人说毛东 拿砸偶合 把领导打了 就是这些 谣言很荒谬 我觉得好像很成问题 但更让我惊喜的是 就这个事之后 我不知道为啥 同事对我尊重了很多 就是连领导 当我工作做不完的时候 他都不骂我了 他都会 劝我好好休息 然后眼神中 带着那种 对病人的关怀 就是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同学 什么同事是上班的 对吧 如果你要是在职场里面 有人欺负你 你不开心 你真的可以用这招试试 就是别人觉得你不正常的时候 他就不敢招惹你 比如说 您的领导贵姓 姓王吧 比如说 比如说王主任 王主任就天天欺负你 你就不开心 你就可以趁着王主任 在茶水间喝水呢 你就过去跟他说 王主任 我想摸你的头发 只是简单的试探呢 王主任 然后说完你转身就走 不要解释 不要解释 说什么无所谓的 说什么无所谓 主要是状态 王主任在那儿喝水 你拿杯水过去 王主任 Cheers 今天要加油啊 王主任 就是不要解释 很好使 对吧 如果没有人 没有人欺负你 也没关系 如果没有人欺负你 甚至可以预防性的 Be crazy 在周三下午的办公室 都很平静 这时候你突然站起来 拿起你的笔记本电脑 开始唱 《狮子王》里面那首歌 那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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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最好 自己唱和声 好吧 就是不要找同事配合你 会显得点刻意 唱完之后 你就坐下 继续干你的工作 假装的 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我跟你说 这个事你干完之后 当然 当然王主任 跟你同事会觉得 这人好像有点大病 但是他们大概率 不会再惹你了 对吧 总而言之一句话 只要够勇 有恃无恐 只要够风 海阔天空 谢谢大家 我是猫东 谢谢 按照规则 遗憾就直播这里了 那你最后这一段 深得大张维老师的喜爱 对对 太来劲了 莫名其妙 好 要离开这个舞台了 有什么要说的 之后再说吧 之后这个有机会再来 咱们每年 这个进步一点点 好的 谢谢毛东 明年再见 今年参加节目和去年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去年有一个遗憾 就是他没有登上过决赛的舞台 大幕呢 在 现在在医院陪着他的爱人生宝宝 磕磕胖胖 磕磕绊漫啊 娘娘腔腔 娘娘腔腔啊 我走到了中决赛 我们今年真的是做足了准备 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 是我们推出了 第一个个人专场 动物凶猫 哎 杀 我说动物今年非常之强 节奏 经验 配合度 默契 这些比去年还会更好吧 他们是和这个舞台融化的最好的 就他们飞的铁 就在你意料之外 又在墙里之中的 给曼财排过去的话 我心目中还是肉食第一 肉食动物必须拿大王 今年毫无疑问 肉食动物最有可能吧 节目组可不可以把这个奖杯做两个 就是我们两个人捧一个可能不太好捧 到时候我们到时候可能做两个奖杯 今年希望以一个完整的姿态 去站上做决赛的舞台 天花板必须得登上去 那个大王旗嘛 我要让他再挂一次 大家好 我是大沐 大家好 我是慌慌 我们是肉食动物 我们又来讲曼财了 对 我们在去年的节目上讲了白雪公主 是的 是的 就会收到很多朋友的私信 对对对 大家好像比较喜欢听童话故事 对 而且自从演了白雪公主之后 我就特别自信 我觉得现在任何一个童话故事 我都能讲 都可以吗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演一个皇帝的兽衣 直接就结束了呀 皇帝的新衣 换一个 牛蛙王子 青蛙王子 说的我都馋了 卖火箭的小女孩 卖火箭的小女孩被封杀了吧 那你挑一个 我其实挺想演那个灰姑娘的 好啊 灰支架姑娘 演什么灰支架 演灰姑娘 灰姑娘 从前有一个美丽的姑娘 她有一头乌黑浓密的胡子 哪有姑娘有胡子的呀 她的后妈带来了两个姐姐 关羽刘备 所以我满脸胡子演张飞是吗 她每天要干繁重的家务 她擦了擦地板 擦了擦吊灯 擦了擦地板 擦了擦衣柜 擦了擦地板 擦了擦窗户 擦了擦地板 我就不能把地板擦擦完再干别的嘛 太累了呀 我感觉慌慌的苦草加情了 对 因为繁重的家务 满身的灰尘 脏兮兮的 被称为 兮兮里姑娘 我演的是灰姑娘好吗 灰姑娘 这一天 王子举行了盛大的舞会 全城的姑娘都去了 只有灰姑娘被锁在了家中 你再用点劲打开了 门不严呢 我没那么大劲好吗 没那么大劲啊 这时神仙出现了 你好神仙 你就是灰姑娘的父亲吧 我就是灰姑娘 本宁 哎 神仙 我被锁在家里了 太没礼貌了好吗 哎 神仙 我需要一套华丽的晚礼服 大麻女装 你问问杨天真吧 问什么杨天真 你会魔法 你给我变一套好吗 太费魔法了吧 你试一下 袖子 七 上衣 七 裙子 七 没蓝了 我不能穿超的 你去吧 这样 只编上衣和裙子 上衣 七 裙子 七 你看这不是变好了吗 只有正面呀 我是穿了个漏背装嘛 哎 神仙 我还需要一辆车 技能CD冷却钟啊 你想想办法 帮你租好了 敞盆跑车呀 没必要太浮夸了 王子的晚会嘛 哦 那我还需要一双鞋 好啊 轻人字拖 水晶鞋 轻水晶人字拖 水晶高跟鞋 轻水晶高跟鞋 哦 谢谢 记得12点前一定要回来呀 哦 是因为过了12点之后 魔法会消失是吗 过了12点 租的敞盆跑车要加钱了 多慢之光 神仙跟那些假富二代是一样的是吗 灰姑娘匆忙到赶到了舞会 热情地跟舞会的宾客本人打个招呼 永春 也问 哪个舞会啊 跳舞的舞 全程的姑娘都来了 我是灰姑娘的大姐呀 声音好粗啊 我是灰姑娘的二姐呀 这就是刘备和关羽吧 我是灰姑娘的神仙呀 你来干什么呀 各位好 各位好 王子来了 哦 露备的姑娘很性感嘛 我这个露备装是真没白穿呢 你好 请问可以 父孩认错人了 可以喝一杯酒吗 太没礼貌了 跟我喝酒 可以喝一杯吗 好的呀 哎呦 初次见面 您进来 哎呀 太客气了 您看 王子也太社会了吧 你也太社会了 哎 王子 可以跟你跳一支舞吗 你说话好恶心呀 我演的是灰姑娘 我换一种方法好不好 王子 我跟你跳舞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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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跳你最喜欢的毛利战舞 哦 哼哒哒哼哒哼哒哒哒哒 哪国的灰姑娘会喜欢跳毛利战舞啊 三国的 人家原文里说了 两个人啊 跳了一曲华尔兹 一曲优美的舞蹈之后 哦 好开心呀 哎 我也是 好久没被人举高高了呢 烦了呀 多 哦 十二点了 你要下钟了 我是保洁吗 我要回家了 噔噔噔噔噔 哎呀 你的帐巴蛇毛掉了 我掉的是水晶鞋 哎呀 你的帐巴水晶鞋掉了 我没能够打酒 匆忙的灰姑娘 落下了她的水晶鞋 王子发誓要找到水晶鞋的主人 这一天 灰姑娘的房门被敲响了 高高高高高 你好 请问是你的鞋吗 是我的 麻烦签收一下 就有什么快递啊 王子自己来 你好 请问是你的鞋吗 哦 是我的 哎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我寻着味就来了呀 没那么大味好吗 大姐 二姐也在呀 别跟他们俩聊天 跟我聊天 哎 王子 你是来娶我的吗 我也想呀 但是北方连年战事无心儿女情长呀 那我也帮不了你呀 哎 怎么说话 放心 王子 交给我们仨吧 这还是三国演绎吧 谢谢大家 好 特别好啊 厉害 嗯 果然就是厉害 演完了 哇 还是这么的厉害啊 今天做了一个漫才专场巡演 对对对对 叫什么名字 叫动物兄们 对 我喜欢 我特别喜欢他们一本正经乱茶 嗯 对 整这种小朋友的 哎 那姐的小朋友 看过他们的演出吗 呃 没有 但是我身边的 大朋友 大朋友 对 全都提 肉食动物 我觉得每一个看上的大朋友 都会变成小朋友 对 你们慢慢就是 就是看着特别高兴 你说这什么玩意儿 然后但是你就特别的开心 啊 我就是变成了这个 现在我就随着你们俩这个节奏 一番接一番的 我觉得这个漫才 值得推广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我们必须要办漫才大会了 啊 必须要办了 肉食动物在小朋友心中是广受欢迎的 听说要办儿童专场啊 对 过来天我们要叫办我们第一个儿童专场 对对对 就是给小朋友演 对对给小朋友演 各位好 我是小夏 前阵子我一个电影学院的朋友 让我去拍一部励志片 我是男主角 哇 他讲的是一个体弱都病男孩的成长故事 这个故事的结局呢 是男孩开了个公司 娶了个心爱的姑娘 太励志了 他从来没想过先给自己看病 关键这种剧情我妈特别爱看 看到人还会说 学学人家这么严重还这么坚强 我说我是不够坚强还是不够严重 因为是个年代戏 所以会有个角色来演我的小时候 这个角色呢 是变向全社会升级的 有一天我跟我朋友 在一个小房间看二十多个小孩 模仿我的视频 好笑又尴尬 有个小孩甚至是这样的啊 啊 好 啊 啊 我说我在这个小孩的阵子里 会不会太严重 我朋友说救他了 我说我哎呦你啊 这个小孩跟我朝夕相处了半个月 他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学我 我每天看到他逐渐的丧心病狂 他学完我还要我夸他 哥哥你觉得我学你学得怎么样 我恍惚惚惚惚有一种被四岁小孩霸凌的感觉 后来呢因为金会有限不拍了 然后我本来还挺难过的 但仔细想一想 最难过的是那个小孩 他模仿我半个月了 他会不会恢复不了啊 我真的 我到现在都特别害怕被当成是弱势群体 我上次在机场正常排队过完检 有个工作人员过来 他说你跟我走 我吓死了 然后把我带到了老幼孕禅通道 他说去那排 我很生气 因为刚刚明明在那已经快排到了 我前面是一个孕户 后面是一个小孩 那个孕户还在看我到底哪里有问题 没办法 我只能 他说要不你排我前面吧 但某些时刻你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带入到弱势群体这个身份 我上次在上海骑共享单车被交警拦下来了 然后他说是寄了机中车到我说我第一次来 他说给你开个罚单吧 我就觉得他看我这样他会同情我 我在等 等他说算了 结果他让我在华单上签字 我就觉得是我表现得不够明显 我签字的时候就开始变得颤颤抖抖 他其实给过我台阶的 他说你来上海是来旅游的 还是来出差的 这时候如果你狗一点 你就说来看病的 但我骨子也诚实说来旅游的 来旅游那你有钱吗 这是他给我的第二个台阶 我说没钱怎么旅游 我觉得所有群体都不止一种可能性 我跟我朋友说我特别想演那种 警匪偏离绑架别人的人 他说 哼 怎么绑架 你做的最好的绑架 就是道德绑架 你跟那个人是说你别动 你再动 我就绑不上了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自身很强大 我觉得我这辈子永远不会道德绑架别人 但我也不会被生活所绑架 谢谢各位 谢谢小佳 喜欢他的朋友不要忘记为小佳投票 3 2 1 停锁片 哎呀 我好想看你演绑析啊 我觉得肯定会很好笑 我好想演啊 看有没有剧组需要 对 这个看脱口秀大会的各个剧组啊 是不是 满足一下我们小佳的愿望 杰哥今天感觉怎么样 今天在现场看 我眼泪已经就是止不住了 就非常的好笑 你知道吗 你眼里笑出来的 非常好笑 谢谢 哦不是不是感动啊 不是那个那种 没有 是非常好笑 这里面没有一点同情的泪水 全都是笑出来的 太好了太好了 我觉得小佳今年的状态更好了 真的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而且他拿自个儿那点开玩笑的那种 让你觉得 就让你一下特别释怀 你妈妈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你在发光的感觉 对 一直在发光 谢谢 我听说你们这一组 哎呀 这一组比较死亡啊 听说当时是你选择了王建国啊 对 因为我是第一个就是还选的 然后我就不知道选谁 就觉得建国可能比较好欺负吧 大家好 我是鸟鸟 去年我讲了容貌焦虑的段子 是吧 今年我就开始身材焦虑了 因为之前我看到一张表格 上面有我们很多人的身体数据 就有个同事指着其中的一栏问 这是谁的臀围啊 这么大 服装老师说 这是鸟鸟的腰围 我就琢磨着该减肥了 我妈也很关心 不知道她从哪儿听来一句 健身圈的口号 说自律给你自由 我当时听了我就有点生气 我想上高中的时候 你说上了大学你就自由了 上大学你说工作了 自己赚钱就自由了 工作了你告诉我 下了班就自由了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 你告诉我自律给你自由 就能不能不要再给我画饼了 我咽不进去了 我在借碳水呀 我说我一个搞脱口秀的 我不靠脸吃饭 是吧 我平时的工作就是搞创作 我妈说创作怎么了 很多作家也都在健身呀 你看人家海明威 是吧 刺维格 我说妈妈你是真的会举例子 死得比这俩惨的 作家都不多呀 我觉得自律和自留 这两个词本身就很矛盾 现在网上到处都是很矛盾的话 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 说年轻人如何佛系的奋斗 我想你都要奋斗了 还要佛系 这也太矛盾了 怎么奋斗啊 南无阿弥陀佛 我觉得自律给你自由这句话 他真正想表达的是 好身材能吸引异性 健身有助于求偶 所以想到这里 我就去健身房了 我是为了去积累素材 我早就知道健身房 是当代著名的消费陷阱 果然一进去 就有一个教练要给我卖课 他说你的体态有问题 我说对 我圆肩驼背 骨盆浅清 还有膝超身的问题 整个人看起来没有自信 再不健身就完了 教练说 你也学过POA 后来又来了一个教练 让我真的对健身产生了一些兴趣 因为他教得很专业 也不着急卖课 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帅哥 对 我也有眼睛 他会教我做一些器械 有的器械就特别磨手 我做完一组就会搓搓手 教练说你刚开始练 手上还没有剪子 我手上剪子就很厚 你摸 当时我就想 我的天呀 帅哥让我摸他的手了 开玩笑 我想的是 你胸肌上有剪子吗 然后就摸了嘛 就买了一万块钱的课 有的时候你明知 那是消费陷阱 但当陷阱里 站着一个帅哥的时候 你只会感到喜悦 你只会想太好了 天上掉陷阱啊 帅哥还每天监督我 早睡早起 让我跟他汇报 今天吃了啥 我感觉自己雇了一个妈 但我已经有一个 免费的妈了 健身实在是太辛苦了 每顿饭都要计算热量 一定要特别标准化地 饲养自己 力求把自己的肉质 养得特别柴 而且经过我仔细观察呢 我觉得健身房啊 可能是一个物理老师发明的 我就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 见过这么多定滑轮 大家都练得汗流浃背 把一个哑铃 举起放下几十次 然后放回原处 连西西福斯看了都会说 这做的是无用功吧 最怕的是你刚努力了两个月 好不容易有点成效 结果遇到一个 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见你第一句话就是 你是不是胖了 所以现在我就放弃了 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 再帅的教练都无法激励我了 我一想去见他 还要借糖 借油 借碳水 我就觉得算了 我还是借色吧 自打扮了健身卡 身体没有变健康 灵魂得到了升华 我现在饮食特别油腻 内心十分纯净 我也理解了自律 给你自由的真正含义 就是只要我自律的 不去想胸肌 我就可以自由地吃炸鸡 谢谢大家 我是铃铃 大家好 我是豆豆 其实大家总结一下规律 不难发现 每一年但凡这个组有忽兰 大概率是会被叫做 死亡之组的 它就像我们公司的柯南一样 就看起来人出无害了 眼镜片一反光 嘿嘿 就一个人要走 死神 很被动 很难受这种感觉 我很讨厌 我其实一直试图 掌控自己的生活 但我发现我的生活 有时候像个柔术大师一样 动不动给我反关键 摁在地上 你服不服 我前段时间 在某鱼上 卖一口煮面锅 朋友们说到这 提醒一下大家 你们不要去买那种 听起来用途 特别具体的东西 煮面锅 我就是看韩剧林的朋友 用个小锅煮面 也太香了 我就买了一个回来 我买回来发现 我原来的锅 好像也可以煮面 还有床上桌 我就是看韩剧林的朋友 坐在床上 用个小矮桌吃面 也太香了 我就买了一个回来 我现在经常扮起来 上厕所 被那个床上桌卡住 甜甜鬼压床 我就想在某鱼上 给他卖了 上面有个潜规则 你可以选择同城面胶 省下一笔邮费 有个大哥联系我 他说我也在上海 我想给你面胶 我说行 他说那你来 人民广场地铁站 我就坐地铁去了 快到的时候 他给我发信息 他告诉我 他今天穿了绿色的衣服 我一出地铁 我就看见那个男人了 我就想 我赶紧把锅给他 他一付钱 完成这一笔 简单的交易 对不对 但是他一句话就拿捏住我了 他说 这人太多了 你跟我来 你们有没有完全丧失过主动权 那个时候我觉得 作为一个卖家 真的没有什么尊严 因为相比较 他想要买到我的东西 我更想要他的钱 我不由自主地 我就跟着他走了 然后他就出站了 我不想出站 但是他出站了 我就只能跟着他出站 到了站口的一个小公园 他一看四下无人 他说 来 拿出来吧 我就像一个犯罪嫌疑人一样 开始指证自己的作案工具了 这个是锅 这个是锅盖 这个是送的勺子 他演得好好 今天的状态好好 是 不知道为什么 他带着角色开始审讯我了 他说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买呢 我也是一时没有考虑清楚 我再也不会了 回去以后留下了一条评论 说现在经济是不景气啊 明星都开始卖锅了 还是面交 还有体检的时候我也特别讨厌 我感觉体检的那天 整个人特别被动 你不受你控制 对吧 你体检之前 你都得遵守很多的规则了 你要调整自己的作息 早睡早起 按时吃饭 不要喝酒 前一天八点钟以后 你都不能喝水 朋友们 我觉得这样查出来的数据不准 不是那种医学上的不准 是你心里知道 它不准 我不会过这样的生活 八点钟以后不要喝水 你开什么玩笑 我们这帮人都是八点钟以后 开始喝水的 你渴了一天了 能不喝水吗 我有个很极端的想法 就是 我希望得到一种体检数据 就是我在体检之前 过上一段时间放纵的生活 灯红酒绿 纸醉精 李淡那样的生活 哈哈 我最好体检那一天 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去 查出来的数据 可能确实有点恐怖 有那么几个小箭头 但你知道你生你的极限就在这了 以后咱们不要超过这个 That's your line 但我嘴上这么说 我心里怂得很 我想来都来了 我还加钱去做了一次无痛的肠镜 你没有做过肠镜吗 朋友们 没有 如果你没有做过 我强力建议各位 你一定要去试一次 你没有体验过你的人生不完整 如果你做过 你不完整 给没有做过的朋友简单地科普一下 做长镜啊 你是要换上一条长镜裤的 其实就是开裆裤 不太一样 它的后面有一块遮羞布 这块布非常地重要 它是你守护人类文明的底线 我发现长镜裤有一种魔力 就是你一旦穿上它 你整个人会变得非常地得体 哪怕你平时再彪悍 再鲁莽 再不讲道理 你穿上长镜裤的那一刻 都会像一个淑女一样 我这么好动的一个人 人生中我第一次这样坐下来 这么好的产品应该推广起来嘛 对吧 你出个条例 男的吃烧烤只能穿长镜裤 无痛的长镜是要打麻药的 在上海 全国很多的医院都有这样的规定 如果你要做全身的麻醉的话 你必须有一个家属的陪统 我在上海没有家属 我就求我的女朋友 我说你能不能当一天我的家属 快嘛 我说 我去做个长镜 我最后是被我的女朋友拍醒了 朋友们麻醉醒来是一次非常好的 检验你爱情的机会 因为你处在一个很虚弱的一个状态 她对你说的第一句话应该是 非常温柔 非常体贴 充满人文关怀的 你在里面怎么样 我好像担心你 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哎 来 看镜头 哎 你以后最好对我好一点啊 你要知道 其他明星被锤啊 被放出来只有微信截图 我有你的遮羞布啊 谢谢大家